警察是人民的保姆 副理分住所联合查查勤勿就接火通报 台九县297公里处南下车道有交通事故 警方到场后发现 一位老翁倒卧在灌溉沟群内 动弹不得 即刻送一救援 索性老翁一时清醒并无大碍 警察平日除了维护社会治安 为民服务也是积德的工作 遇到民众需要协助 应该主动向前关心 副理分住所所长罗万毅 警员王彦汝联合查勤勿 接火110报案声称台九县297公里处 南下车道有交通事故 警方到场之后发现 路边坡传来微弱的呼救声 路旁旁边发现一名长者倒卧需要救援 应该有什么 你是外地人吗 应该都是在这里 所长表示 红线长者因为要回台东奔丧 近日因为疫情的关系 但是长者对疫情仍然保持警戒 不愿选择大众运输交通工具 认为骑程摩托车比较安全 所以当天一早独自从桃园市龙潭出发 晚上九点多的时候精神不计 体力透支就跌到水沟 还好遇到远景的协助 不过身上的现金不够搭乘火车返回桃园 远景见状立刻自掏腰包来协助长者一千元 帮助长者在副里车站买完车票之后返回桃园住处 红信长者对于远景的善举频频道谢 感谢远景的鼎力享助 记者高双双不已相采访报道